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白空发言人普萨基25号指出 拜登政府正在就对华政策进行一项跨部门的评估 并且以具有耐心的方式处理中美关系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总统拜登签署行政令从25号起禁止所有去过南非 巴西 英国和爱尔兰还有另外26个欧洲国家的非美国人入境 当举止现在不是放宽的时候 南非近期出现新冠变种病毒至少传至20个国家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首席副总监舒沙特指 当局正把南非列入限制清单 因为目前有关新冠病毒变种已扩散至南非以外地区 并指采取措施是要保护美国人 以减少变种病毒传播使疫症恶化 另外疾病中心主任把伦司机在周一签署命令 要求所有两岁以上人士搭乘飞机 轮渡 火车 地铁 公交车和计程车时 必须佩戴口罩 只有在饭时才可摘掉 美国总统拜登24号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双方同意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 白宫表示拜登表达希望加强双边关系的愿望 并强调透过北约及欧盟加强跨大西洋关系的承诺 两国领导人同意透过多边组织应对气候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复苏等共同的挑战 双方又同意在中东 俄罗斯及西非问题上合作 马克龙强调透过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 应对疫情的重要性以确保疫苗能分发到贫穷国家 众议院早前通过了弹劾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条款 谴责他在1月6日煽动叛乱 鼓动支持者冲击国会 众议院计划在25日把弹劾条款提交参议院 参议院两党日前已经同意把弹劾聆讯延后两周举行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指出 参议院现在有三件事情要做 包括应对新冠疫情 振兴经济 通过新政府官员的任命 以及审议弹劾特朗普 舒默认为国家要前进就要认真检讨过去的不足 并要求犯错的人负责 这样才能和解 参议院有100位议员要通过弹劾就要有三分之二多数支持 由于民主共和两党各占一半一席 这意味要定特朗普的罪就要至少17名共和党人倒戈 前总统特朗普的政治前景备受外界关注 《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已经吩咐下属研究成立共和民主两政党之外的第三党派 党民可能成为爱国者党或让美国再强大党 挑战本月初投票赞成弹劾他的实名共和党众议员 报章引述消息人士称 过去数周特朗普考虑建党问题 有意向在他任内最后数周反对他的议员 在下届国会选举发动挑战 并且指示助理为此做好准备 他相信创建第三党派可以作为筹码 阻止共和党参议员在参议院聆讯中通过弹劾他的条款 不过特朗普的高级选举顾问回应称 特朗普目前并没有考虑建党 欢迎回来 美国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纳25号表示 旗下的新冠疫苗对在南非英国发现的两个变种病毒有效 莫德纳和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实验研究发现 现有疫苗对英国变种病毒仍能产生较高的中和抗体水平 保护水平与针对之前流行的新冠病毒版本相当 但对南非变种病毒的抗体保护水平下降了6倍 即便如此 莫德纳表示该抗体仍高于疫苗保护所需的水平 而为了保险起见 莫德纳正在研发针对南非变种病毒的加强版疫苗 计划在6到12个月后为已经接种两剂现有疫苗的人 按需提供针对变种的加强版 加州政府周一宣布取消该州的区域性居家令 允许各郡自行决定是否放松对商业活动的限制 这也就意味着取消晚10点至早5点的非必要活动限制 加州公共卫生厅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一举措允许全州所有郡恢复到更安全的经济蓝图的规则和框架中 并根据当地的感染率和检测阳性率回归四级颜色划分等级 州长纽森指出 南加州所有11个郡目前依旧处于限制最严格的紫色等级 虽然意味着户外用酸和美发沙龙等商业活动可以恢复运营 但具体实施准则还需要各郡根据当地疫情情况决定 虽然加州近期的感染率、住院率、重症监护病房容量 以及疫苗接种情况都有所改善 但目前南加州地区的ICU容量依旧低于15% 据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网站消息 近期领馆在工作中发现仍有个别复华人员 为如实申报个人核酸、血清抗体检测情况 甚至明知自己检测结果呈阳性 却故意伪造检测报告 企图蒙混过关 总领馆指出 上述做法公然违反有关防疫法规 违背社会公德 严重威胁同行班其他人员的健康安全 中纽约总领馆再次提醒 确有必要复华人员务必如实检测、如实申报 切勿造假 总领馆将加大向指定检测机构进行核查的力度 并强调只要发现存在未如实检测、未如实申报 甚至弄虚作假的情况 将拒发或取消有关健康码 当事人将承担由此造成的无法乘机等 一切后果及相应的法律责任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24号 成功将143颗卫星送入太空 打破了单次发射卫星数量的最高记录 因天气原因 推施一天发射后 猎鹰9号火箭在美东时间24号上午10点 从佛罗里达州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火箭搭载了133颗商业和政府卫星 以及10颗星链卫星 是单枚火箭上携带卫星数量最多的一次 也是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在2019年推出的小型卫星拼载计划 这项计划为小型卫星公司提供成本较低的发射服务 潜在利润丰厚 猎鹰9号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轨道后 顺利返回地球 降落在大西洋上的回收件平台 美国总统拜登上周宣誓就任 市场憧憬他将会推出刺激经济方案 带动华尔街股市震荡向好 当中纳斯达克指数再创新高 本周有多项经济数据发布 周二有1月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和11月20座大城市房价指数 而12月耐用品订单出值则会在周三公布 第四季GDP修正值和12月商品贸易账会在周四公布 12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和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 则在周五出炉 而美联储周二起一连两天举行议席会议 市场关注主席鲍威尔在周三的记者会上表达的经济看法 另外本周有超过100家指标成分股公布业绩 包括苹果 强生 脸书 微软和特斯拉等重量级的企业 好了 以上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每周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